真的有人可能疑似 对台湾的电力系统造成破坏 我们准备要针对这些中共同路属 中共同路人进行厌尸的动作 并且会扫描他们的脑坡 看看他们有没有被对岸的特异人士攻击 各况停电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它必须要很多洞串在一起 这就叫做乳酪理论 所以停电真的不是政府的错 都是乳酪的错 所以类卜塞是类卜塞 卜塞是卜塞 类卜塞不是卜塞 就像我们防疫也是类防疫 我们维护电力也是类维护电力 又停电了 又停电了 太好了 不是不是不是 又是哪个动物 各位媒体朋友们 大家午安 今天的记者会由指挥官来亲自主持 我们先请指挥官来为大家报告最新的停电情形 各位记者先生女士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参加无形停电指挥中心的记者会 先跟大家报告今天的停电状况 高雄两立早上在凤山有945部停电 原因是因为施工挖断高压电缆 晚上左营停电 原因是龙子配电所的陷入故障 士林也有565部停电 原因是因为电电所分歧开关跳脱 那这边要提出一个非常可疑的时间点的巧合 因为蔡总统呢 在美国商会跟大家讲 我们绝对会保持供电的稳定 结果马上就出现三起的停电 这绝对不是打理蔡总统 而是真的有人可能疑似 对台湾的电力系统造成破坏 我们准备要针对这些中共同路属 中共同路人进行厌尸的动作 一定要查明说这些鸟啊鼠啊 他们到底是误闯到我们的电力设备被电死 还是被电死之后被丢到这个电力设备 并且会扫描他们的脑坡 看看他们有没有被对岸的特异人士攻击 但这两天都跟动物没有关系啊 都是设备故障啊 我们设备故障这么频繁 会不会有人被渗透导致于没有定期巡减 我们也不能排除有人为因素 更何况停电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它必须要很多动物团在一起 有人介入有人懈怠设备故障 这就叫做乳酪理论 所以停电真的不是政府的错 都是乳酪的错 那同样也是国安问题 政府现在主张防疫要类乳酪 可是之前认识有人说 乳酪就是中共同路人 判中共一搭一唱会不会担心 中共渗透更严重 导致停电更严重 这我倒不担心 因为类乳酪就不是乳酪 就像白马是白马 马是马 白马非马 所以类乳酪是类乳酪 乳酪是乳酪 类乳酪不是乳酪 就像这个我们防疫也是 类防疫 我们维护电力也是 类维护电力 所以不能把普塞和类普塞相提并对 政府以前说普塞会造成尾阴尾阳 让台湾难以承受 会不会担心类普塞实施下去 导致人民电力的能力更加固执吧 这个我们现在没有科学的数据 证明类普塞所造成的尾阴尾阳 它会比普塞来得多 就代表了这个叫做 这个 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 啊 又停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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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不是不是不是 又是哪个动物 旺旺水神抗菌翼 它在整个的雾化器里面 就持续的喷雾轻骚 非常安全也不会伤身 你直接接触你的肌肤 也都没有问题没有疑虑的 可以上快点购 还有这边有蜡漆的推荐代码 CTI567 CTI我蜡漆 可以享有折扣优惠 请大家好好把握咯